誒乒乓哩 Omega 安安 歡迎收聽1加1電台 今天來到了EP177 我是凌 大家好 怎樣 你每次就是 講完這個slogan開頭了以後 都會停頓一下 如果我沒有接你是不是就乾了 對啊 因為我剛剛就講那麼長了 好 那我現在預備開始 開始什麼 開始什麼 蛤 不要那麼多 內心戲看不到 我的內心戲就是 當你感覺到乾的時候 你要把它想像成 現在是直播 要趕快伸出我的那個 腦袋裡的話題來 不然那個 王毅力不接的話 怎麼辦 所以你要趕快接話 我不會應聲 我現在已經過那個階段了 要安靜 大家一起安靜 要不要 看誰先講話的意思 好啦 趕快啦 進來 你這不今天還是會剪掉 沒有意義 大家在聽的時候 只會想說 這段為什麼在講掉這個 好好好 那我們現在先 久違來個嘎鈴筍 哦 對對對 我就在等你 你自己可以用嘎鈴筍 你不要拿他要我Q 不要一進來就吵架了 沒有看 我不是你的灰蟲 刷嘴皮子 好 今天 歡迎收聽嘎鈴筍 嘎鈴筍好像也沒有一個歌 好 本週嘎鈴筍 有時候有的時候沒有的嘎鈴筍 呃上個禮拜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個禮拜 反正前陣子呢 不是蘋果發表會結束嗎 到底要講蘋果發表會 講多久 沒有我們要講蘋果發表會 但是呢其實 Meta呢也有一個發表會 但是關注的比較少 因為畢竟他沒有請 那個國際一加一去 去拍攝 但你知道其實你的那個 講到這個時候啊 嗯 因為寫在我們的這個小筆記裡面嘛 對 你知道你的Meta是寫什麼嗎 META 不對這是我幫你改的 不是這是我自己改的 沒有是我改的 我第一次寫是MATE 我第一次寫的時候是META 然後我發現我寫錯 我寫改成MATE 然後 然後我又幫你改成META 所以正確是META 不是MATE MATE是MATE SoulMATE OK 好不然我會念就好啦 好 Meta呢 他其實出了一個眼鏡 但其實那個眼鏡呢 他是跟雷鹏一起合作的一個 算是可以拍攝的太陽眼鏡 那其實我們之前有玩過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他被出很久很久 對 但他因為今年嘛 今年他出了一個限量款 他是透明的 殼 所以他可以看到裡面的樣子 殼 你是說那個鏡框 鏡框 鏡框 是透明的 所以可以看到裡面的晶片構造 你不想像就是類似你的手機是透明的 很帥耶 我不知道那功能性呢 功能性他有大提升 或者是他有多了一些什麼東東嗎 功能 因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我們先科普一下 他本來就是一個太陽眼鏡 然後他除了太陽眼鏡的功能之外呢 他其實多了鏡頭在你的 在你的眼鏡旁邊 所以他可以拍攝你眼鏡看到的畫面 除了這之外呢 他在鏡腿的地方呢 他有麥克風 不是麥克風 他有 什麼叫鏡腿 鏡腿就是眼鏡的後面放在耳朵上面的啊 那叫鏡腿啊 那叫鏡腿啊 對啊 是喔 是 你要叫鏡腳也可以啊 那鏡手在哪裡 沒有這東西 他只有腿而已 你不要打斷我好煩 對不起 那他生了小孩就叫鏡子 你說鏡腿生了小孩叫鏡子 就是 對啊 對啊 還有嗎 想不到了 蛤 還有嗎 你還在等我 對啊 你有沒有在新的 呃 例如說 他突然間走一走停止就叫鏡子 對啊 那你剛剛 對 我知道 對 啊 然後如果說他在吃麵就變鏡面 有沒有 然後如果說 他一直在講話一直講話 你覺得那眼睛很吵就叫鏡化 鏡眼 鏡化 然後你就會鏡眼他 對 好 那我可以記給你了嗎 你可以 可以記給我 我好煩喔 對不起喔 好 反正他鏡腿的地方有一個揚聲器 揚聲器 是之餘嗎 揚聲器是什麼 喇叭 揚聲器是之餘嗎 應該不是吧 我不知道 有時候說明書上也會看到揚聲器 所以我已經不太確定哪一些是哪些不是完蛋了 你就是你說 那是喇叭是不是 我這一段要講多久 呵呵 對不起 喇叭 然後他可以聽歌 然後他也有麥克風 所以他你也可以跟他溝通 有點像是Health Siri 然後請他做事 或者是他 請他幫你看一下前面有什麼東西 他也會有AI的東西 然後 那他們現在更整合AI在裡面的 不是單純只是拍攝 啊我們之前有把他拿來當作 拍攝過在一週的運動裡面 尤其腳踏車片段 其實我是雙手都沒有 拿那個相機 我也沒有架相機 只是通過我的頭上的眼鏡拍的 可是他拍直的對不對 對 他其實那個比例有點類似於4比3 但是是直的 嗯 所以就是要橫不橫要直不直 好怪喔 但我覺得應該比較適合拍直的啦 然後 他的錄影時間也很短 就大概一分鐘左右 但是他的畫質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他真的方便性 然後他的畫質還有他的收音 我覺得都很不賴 那所以他這次的新的有什麼更新 對反正就是這個眼鏡 我覺得還 大家蠻好用的 我覺得他的適合場景是 例如我們那時候在蘋果發表會的時候 就很多人有戴這個眼鏡 然後去直接拍 手機開箱的第一個畫面 因為他就雙手空下來嘛 我就可以拿手機這樣 所以就是他滿足了某部分人 我自己也覺得蠻好用的 然後台灣現在沒有賣 那這個是之前就有的產品 那他後來呢就是多了一些AI工 就我像剛剛講的 他現在會有一些視覺的變化 變別然後 跟一些聲音的提示 跟你可以請他幫你去搜尋東西 都是透過口語的方式 對 那他其實 我覺得他們就是在深耕 就是AR、VR、MR 類似這種產品 然後他們之間不是有那個 Question 3嗎 就是類似 Fashion Pro Apple的Fashion Pro VR眼鏡 VR眼鏡沒錯沒錯 然後他比較早出 他已經出到第三代了 然後他們其實有出到 另外一個新的 但是這個都不是重點 是他們這一次藏了一個 秘密武器 但這個東西呢 他還在 實驗的階段 但他已經有人去把 他有一些媒體 就已經有機會 可以去實際的使用它 那我就我現在片面 看得到一些資訊 我大概知道 他的實際用途是什麼 就一般的VR 就是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要跟真實世界 去疊價的時候 一般都是靠 例如Fashion Pro 就是前面的鏡頭 去拍現場的畫面 然後再加上他的鏡片 出現一些虛擬的視窗 然後疊價成真實跟虛擬的 的樣子嘛 這是一般現在面 大部分做的做法嘛 嗯 你說是就是 因為我不懂 不是就是地圖我要看到你 我現在戴的那個Vision Pro 我要看到你 是不是因為有鏡頭拍 然後出現 因為Vision Pro 他有非常多的鏡頭 然後整合在一起 對 他拍你 我才看得到嘛 對不對 但這個呢 他是其實是 你不要想像成 他是一把一個眼鏡 然後他眼鏡呢 他有一層玻璃 他是透明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眼睛 但是呢 他把畫面做在這個玻璃的 中間的疊加 就代表說 我的眼鏡現在正在出現視窗 但同時呢 我又可以真實的世界看到你 但是真實的世界 他其實就是從鏡片 他不是用鏡頭 對 他不是用鏡頭 所以他不會有夜晚的那一種 雜訊 或者是 呃 視角的問題 而且很不錯啊 很強啊 但因為現在還在實驗階段 但是我就 他們去試用的時候 我就聽他們講 他們都說 例如那個 黃仁勳NVIDIA的老闆 他也有去試用 然後他有說這個是 畫質超級高 然後可視角度非常好 然後 視窗的穩定度也很好 就從他嘴裡講 我覺得就蠻相信這個 這個可能性的 因為彼此之間 他們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厲害關係啦 我覺得 不一定啊 是因為他手持很多股票 有可能 但反正我聽到蠻多的 媒體都是這樣說的 然後我就個人非常期待 那 我覺得我期待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體積更小 他就是一個眼睛的大小 嗯 然後呢 他又可以讓 像我們跟人之間呢 不會有一道隔閡 都有大家還記得 我之前有在 Pockets的時候 我在四代FashionPort 就有毅力很生氣 他覺得好像 不知道跟誰聊天 嗯 但如果那個時候 我是真的只戴一個眼睛 我覺得你應該就不會有這個困擾 對 但是我會跟你收取肖像權 因為我覺得你會不會在拍我 然後沒有被我發現 你是不是下去偷撿東西 然後偷看我內褲 就會有這樣的可能 對吧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那眼睛有在拍 還是說其實他不是那種拍的眼睛 他是Virtual 他也可以拍啊 他是VR眼睛 這也可以拍 但我只是在想說 我在旁邊刷牙 你都進來直接偷褲 是要大便的 我就是有差嗎 你還care人家有沒有看你嗎 你是說你們要偷虧我這些事嗎 不是 算了沒事 沒有我在講 就是說 萬一以後這個東西普及了以後 會不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就是說 你其實在偷看一些東西 或者是 我也還想到一個應用 就是如果他真的是 把他投在你的眼睛上面 嗯 那他是第三方看過來 看不到你在看什麼 我就可以投前女友 的照片 然後但實際上我再跟你聊天 不是 我覺得我剛剛腦袋裡幻想的是 只有切一半的那一種 好身材的女生 然後你知道穿得很清涼 但是他只有下半身 然後 誰只有下半身 就是那些 就是那個畫面 是只有清涼下半身的那種美女 然後你就看著我了以後 我的頭剛好在那邊 然後你就會想 哇 就是這個身材不錯 以後可能會出這樣子的A片類型就對了 對 只有半身的 對 然後或者是說 假設我覺得 假設我覺得你身材很好 但是我覺得你的長相 我真的很不行 然後那時候的半身就是你一個頭 這個頭可能是 一些我很喜歡的一些男藝人有沒有 彭彥彥之類 現在還好 他就是之類的一些 像填茶啊 然後用AI的方式 就是你講話了以後 填茶的臉 普敘菌 就是普敘菌你不要反 反正就是填茶這樣 然後他又因為AI嘛 他會就是算你的嘴巴 哦 有沒有 你就是換臉 對 然後在身材還是你 對啊 聽起來不錯啊 對啊 那這樣子感覺很不一樣耶 那我之後我才可以用 在普及了以後 我可以自己 克金做我自己的skin耶 對對對 然後我如果要跟你吵架的時候 就比較不容易吵架嘛 畢竟是一個可愛的你 我就切畫 然後我就變成一個漂亮的女生 或者是你常看的AV女友之類的 你吵不下去了啊 對 就別吵別的了嘛 世界和平就靠這個眼鏡了 對啊 飯就下去了嘛 嗯 這眼鏡的名字呢 你知道我剛剛是說什麼 我知道啦 你幫我念一下這眼鏡的名字 因為我不太會念 這什麼 Arian嗎 Arian 還是Onion Arian 哦 對 反正就是最新的科技就是 他可以把畫面做在鏡片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很不錯耶 對 但他現在其實還有一些 我覺得沒辦法克服的小缺點 例如 他其實 因為他運算現在實際畫面上的內容 然後 例如他要AI運算 例如他要定位 因為他要把視窗定在一個地方 不然會抖動嘛 所以但他的眼鏡體積很小 他沒辦法把它做得那麼小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 隨身的小電腦 隨身電源變隨身電腦這樣 對 但是他不用接線 他是透過無線的方式 哦 但可能我猜還是會有一些 但是東西越少越好 但現階段就是 可能還是要靠一個 額外的小東西在旁邊運算 OK 那這樣怎麼辦 你的Vision Pro越壞不掉了 第一代的 蘋果的第一代產品 就是一個保值的東西 哦 那你的Mac Pro呢 他也很保值 再放個10年20年 我相信就會有人要 尤其是越失敗的產品 哦 不能講失敗 我們不能這樣說蘋果保 他明年不會讓我去 他這麼前衛的產品 越經典的產品 經典的產品 他越價值越好 對啊 好 反正就是我其實 個人蠻期待這個眼鏡的推出 因為 因為我第一個想到就是 應用就是 例如有一些 視障朋友 他都看不到了 對 他看不到 但是他可以透過 眼鏡上面的鏡頭 去看這個世界 然後會去提示他 例如這邊要小心 有一台車要過來 或者他可以拿上 手上的東西 可以跟他說這樣是 酒還是水這樣 嗯 那同樣的 還有一個我覺得更好的應用 就是當潘令傑要去 美國過海關的時候 我只要戴這樣這個眼鏡的時候 我跟海關對話 他直接幫我翻譯 然後會有字幕 欸 那你要回過去 跟他講說 我叫潘令傑 有75萬的訂閱的YouTuber 700萬 700萬訂閱的YouTuber 他會反回去嗎 還是他會繡在那個眼鏡上面 他是像那種 你知道跑馬燈嗎 在眼鏡上面就開始有一串字幕 喔 蠻酷的欸 也許可以 我覺得應該可以做到 還是說他會從眼鏡裡突然間有聲音出來 他其實也可以唸一遍 我跟著唸一遍也行啊 真是太笨了吧 I subscribe is 7 million 好多 ok 好多 不是 那他就直接放出來就好啦 你就可以用他 用Google小組 可以啦 反正看他們怎麼設計啊 好期待喔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完全跟Fashion Pro 他就是另外一個不同產品線的東西 但我覺得Meta這個東西 比較像是最終形態 你說未來VR眼鏡的最終形態 因為他體積小 然後他的眼睛是可以跟著直接看到外面 他不用再透過鏡頭去拍完 再呈現在你的眼鏡上 我覺得最終形態是隱形眼鏡 喔 對 這也是一個 這又是更強的 或者他是植入一個晶片 像賽博龐克一樣 那個好恐怖喔 對 或者是達爾 七龍珠你知道嗎 七龍珠早期的時候他有一個 能力值在這邊 那個其實也是這種VR還是AR 我其實不太清楚VR的差別 很前衛耶 對啊 好的 謝謝你的非常棒的分享 講得很亂 如果講得很爛的話 大家可以在下面幫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剛剛一直被打斷 對 是我的問題 我很抱歉 我真的是對於 比卡林順有的新的資訊太好奇了 就是導致我一直打斷你 你這樣問得很好 大概等我講一個段落再問 好 我太興奮了 我下次會注意 然後我上個禮拜不是在講偶像之類的嗎 我就想到其實 女生好像特別容易跟男生比起來啦 女生好像比較容易會痴迷一件事情 一件東西 就是喜歡一個東西 然後開始想收集之類的 例如說我從小到大 其實會喜歡一些IP IP 一些什麼 你說品牌 那個公仔IP IP IP好像很直語喔 不是 IP就是IP啊 這是就是行銷中會出現的東東吧 OK OK 對 反正我就是在國小的時候 我其實喜歡大耳狗 你知道嗎 三粒幽靈也很大 沒印象 那你有沒有從小到大 你大概有印象說你特別會喜歡 Doraemon 從後到尾都Doraemon喔 印象比較深的Doraemon 就是我如果看到那個東西 我可能會想收集 就是買起來 它不管年齡成大小 我都會覺得 買它都還不錯啊 不會 應該你不會覺得買Doraemon 東西好像很幼稚 不會吧 不一定 看能怎麼想 有些人可能覺得 只要是動畫卡通人物 就很幼稚啊 像我媽 我每次回家然後看動畫 我媽就說你都幾歲了在看這個 但其實我那個動畫已經在打打殺殺 已經在爆血了 對 現在動畫已經不是給小朋友看了 我已經懶得跟他解釋了 對 對 我就幼稚 幼稚怎麼樣 然後我國中高中好像喜歡史迪奇吧 你知道嗎 是那個迪士尼裡面的那個嗎 會衝浪的 對 夏威夷 對 很可愛 還好 然後再來就是三野怪 我三野怪應該是喜歡最久的時候吧 對我到現在很喜歡 但是我已經是過了會收集的小孩了 但是我現在又最近又開始 又在有點想要封宮崎駿系列的東西 但我宮崎駿我覺得蠻值得買的 因為他的造型都其實很前衛 然後就是有一些設計感 那是對啊 但我以前除了這些的話 我是不管什麼東西都會想要買那個IP 例如說假設三野怪好了 我可能從我的筆記本 錢包 筆帶 然後A4資料夾 我的筆 我的橡皮擦 我的 眉筆手帕 睡衣 諸如此類的東西 我全部都要買三野怪 我好像可以理解 就像我去蘋果店的時候 我會想買他的衣服 他的婴兒裝 他的筆 他的水杯 他的馬克杯 他的墊子 我也會想買 可以這樣子比喻嗎 可以可以差不多 他也是算是一個蠻大的LOGO IP 對 其實我原本還想要想要講 是說好像女生很容易會被這件東西吸引 那現在什麼吉卡瓦 你為什麼最近沒有收集這個 哪一個 卡拉赫之還是什麼 卡拉赫之什麼 多利多自豪 卡迪拉還是什麼 吉利卡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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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卡瓦 對 我覺得挺可愛的 但我覺得我沒有到要整個全部收集的癖好 現在整個日本超流行這個 因為我們去了日本幾次發現 只要在百貨公司 只要稍微熱門一點點 他就會有這個吉利卡瓦的店 吉利卡瓦 然後那個店就是 基本上那個店賣的東西都差不多 但是就是會有人在排隊 因為很多地方是有區域限定的 就是他雖然都是那三個角色IP 可能有四五個啦 然後他可能會因為他現在在北海道 所以他就是多抱了一支什麼 但是你只能在北海道的地面買到 然後你可能 例如說去某個地方 只有那邊才有他變成一個武士之類的 所以他做了一些限定在 綁在一個區域上 對 所以大家就是不會只買一支 你會買無限支這樣 但我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我還記得我問你說 這個東西是有先有漫畫 還是先有動畫 還是他是從哪裡的東西延伸過來 我也沒有很去了解這些事情 但是他是一個小 我的理解啦 就是一些三分鐘的小短片 但他也有出漫畫 但我最一開始 一開始他好像是一種 就是插畫家在社群媒體發佈自己的畫作這樣 很久以前就有看過這個作者 而且他還有做很多LINE鐵圖 那你為什麼不喜歡 大家都很喜歡的東西 不見得我就會真的很喜歡 我覺得不錯 蠻可愛的 但是沒有到會去搜集 對 然後一方面是 好像跟我現在擁有的東西的 那個風格不太一樣 你現在很像小男生耶 是啊 為什麼 突然間這樣 心裡是一個少女 對啊 那你都會玩那個PS5啊 哦 為什麼只有男生小男生喜歡玩PS5呢 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這是覺得女生就不會打電動嗎 不是這意思啊 那你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會比較 就是 我就很棒啊 那我可以跟你一起玩PS5很好啊 那為什麼就覺得說我想小男生呢 我要勸你 說清楚講明白哦 你跟我混太久了啦 你跟我混太久了 你的興趣已經被我抹殺掉了 你有沒有想過 我從國小國中的時候 就在打Online game囉 不是因為被你影響 是我本來就會打電動哦 是是是 好那我也有去收集那個啊 吉利卡娃 你先把它唸對再說 所以你要挑什麼 沒有 我就原本是想說 要跟你分享說 其實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收集很多東西 就是很喜歡一些小IP嘛 然後女生特別容易腦波弱 就會開始覺得一個東西很不錯 很喜歡 然後就會 風迷他 然後開始買他周圍 但這個其實市場 所以我做過調查 女生真的腦波弱 女生就是愛買東西 這個聽起來是我嘴巴講對不對 但這是別人講的哦 我只是轉述 但是你們男生有時候對於那些 不實用的 但是看起來很浮誇fancy的 一些科技產品 也是腦部蠻弱的啊 例如你很喜歡去 Kistar的買一些 看起來好像 好厲害的廢物 不是廢物 好厲害的那種 USB啊 或者是做衝啊 我為了買這些東西 回來以後 爛狗狗是垃圾 那是因為他們做了渣 我買他原本對他的幻想是 他可以改變我的生活 讓我們彼此都不會再花更多時間 充電之類的 我之前買了一些 三野瓜枸杞的東西 也是覺得 對我有什麼幫助 我只要看到他我就覺得好煩躁 你會嗎 你看到後面很煩躁嗎 後面很可愛 這還是你想買的耶 哇 我們今天要空中吵架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哇 哇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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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就先街上 一、二、三 i'm a little too late too late too late I could be whole if I didn't know I could be whole if I didn't know About the buddies and the bees in the bushes Agent came around and it was somewhat malicious Everybody loses control I'm a little scared of my soul Fine we keep her don't you come near A cheater just to believe that you were born enough I could be whole if I didn't know I could be whole if I didn't know About the dangers of falling stock exchanges From candy ridden strangers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I wanna be with you tonight But I'm a little too late Just be calm and move with the seasons Winter's gone and so has your reason Lays is blooming so we'll desire Keep your cool and blow out the fire It's true I wanna be with you tonight But I'm a little too late I'm a little too late I'm a little too late Too late too late I could be whole If I didn't know I could be whole If I didn't know About the goodies and the creeps If I didn't know If I didn't know I could be whole If I didn't know I could be whole I passed in Freenos With all the secrets we know From half of Filipinos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I wanna be with you tonight But I'm a little too late 我覺得我們剛剛要道歉一下 對不起 不是啊你要先讓我解釋嗎 你就直接道歉了 先道歉就對了 反正因為我覺得 我們剛剛其實不是吵架 它像是一種情侶之間的 碎嘴 碎嘴或是在鬥嘴 但是我知道如果有些人聽到 他會覺得說好煩喔 我不是要來替你們這邊吵架台 沒有我們只是在互嗆而已 對就是無聊互嗆這樣 大家如果有看到畫面的話 就知道其實我們是小時候在講話 或者你就跳過那一段 你覺得好煩喔 他們講一些沒意義的東西 沒意義的東西就跳過 或是關掉都可以 那會不會整個Podcast電台都關掉了 就直接跳過 沒有沒有我這個頻率不多 偶爾一下而已 可是覺得說我們講話都很垃圾 不是剛剛很值得嗆 就想嗆一下而已 好啦在進QA之前 我們先來一個來自呆呆 給我們的冷門小知識 他說呢 在大家吞膠囊的時候 都會很習慣是仰頭吞的 但是常常仰頭吞 就會卡在喉嚨很難受 可是其實正確的吞膠囊的方式 應該是低頭吞 然後這樣就會完全不會卡喉嚨了 他就是在吃那些保健食品啊 一些藥品的時候 不可能 可是你低頭吞 你要怎麼吞進去 你要想他是一個水管 你低頭的時候他是 他是凹這個水管的 那你抬頭的時候他是順暢的 試一下 其實這樣也是可以吞東西啊 我吞一下我的果子 欸 好像低頭比較順 我吞一下我的果子 其實都可以 喔 怎麼了 我覺得他講的是對的 真的假的 你仰頭吞看看 他會有仰頭吞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大的阻力 真的耶 真的耶 但低頭的角度是多少 試一次 你要算那個角度嗎 來 45 90 其實基本上 怎麼角度可以 我剛剛已經下巴碰到我的肩膀了 這麼厲害 不是我的胸部 我的胸部 他還是好吞 欸 欸 欸 我認識我身體30多年欸 沒想到還有小知識可以讓我知道欸 那為什麼從以前到現在 大家都是仰頭吞膠囊啊 因為直覺 直覺就像是水管 就像我剛剛講一樣 你覺得他是順暢的這樣子 你會覺得卡到嗎 那照你這樣講的話 是不是倒立喝水也可以喔 但是你倒立喝水的時候 水還是會往低處流 所以你還要想辦法在倒立的時候 把水灌進你的嘴巴裡 你才能倒立喝 是嗎 好啦我剛剛亂講 欸那我覺得他 他 我現在已經知道這樣是對的 但是你要我改 我覺得有點難 我的下意識 下意識我一定還是會這樣子 我明天吃 養頭 吃維他命的時候 我猜他是不是因為看到我們 那一集 你說我的Vlog對不對 你的Vlog 超費的Vlog 台灣工作室到底在忙什麼 那時候你不是有在講說 你吞一堆藥 對啊 然後你那時候是剛好去養頭 保健食品 好我下次試試看 謝謝你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是不是有些人會專門就是 反著跟大家做一些 起不一樣的姿勢或行為 然後去看看說 欸這個東西是不是 為什麼大家一定要這樣做 我就是要養頭 我就是要低頭吃藥 這就是實驗家的精神 我覺得這非常好 會不會大部分的這些星座 都來自於水瓶座 你說呆呆有可能是水瓶座 maybe 但我怎麼沒想到 因為你不夠天才 謝謝你 我之後會嘗試改掉我那個養頭 吃藥的習慣 但現在樣本數不夠 所以歡迎大家也可以現在試一下 試試看 或者是告訴我怎麼樣 吃那種大顆的保健食品 是最舒服的方式 例如說你是先喝水再吞膠囊 還是先放膠囊再喝水 都一樣啊 你說在嘴巴裡都是水跟膠囊 差別在哪 就是有些人會先喊一口水 然後再丟 丟膠囊 對 那在嘴裡的時候現在是有什麼東西 水跟膠囊 好 那現在改丟先喝水 再丟膠囊 那現在嘴巴裡有什麼東西 剛剛 沒有剛剛已經是這個了 所以應該是嘴巴裡先放膠囊 然後再喝水 都一樣嘛 那我會覺得說膠囊 他就是 我啦 我的方式是 我會先把那些保健食品 那些膠囊 先放進去嘴巴裡 讓它卡在舌頭上面 我可以掌控它的位置 然後我再喝水 喝水那一瞬間 把它咕嚕進去 這是我的理解 但通常這都不會成功 我的理解是 那個東西都準備好在嘴巴裡之後 你只要大口的一起把那個水跟藥一起吞進去 所以你不管它的先後順序 沒差 因為它都要在嘴巴裡等一下 那你通常 他們就在排隊要等那個閘門開 那你通常怎麼做 你是先喝水 然後再放進去 我不一定 我會看我的路線 如果現在路線上有一瓶水 我會先含著水 走到那個拿藥的地方再吞進去 但如果我現在路線上是有藥 我就先含著藥 但是含著藥會比較不開心 因為會 會酷酷的 對 酷 原來是有不規則的 我一直以為大家會有習慣 沒有 沒有 長知識了 我們進QA Cangaroo說 今天看到Link的Speak的業配影片 想到說可以拍成兩部一個禮拜系列的企劃 第一片是用Speak學習一個禮拜 第二部是一個禮拜都只用英文說話 講英文以外的話要發100塊 哇 Link應該會直接給我10萬塊 然後放棄這件事 對 我也會這樣做 就我覺得學這件事情還是真的要沒有壓力 然後我覺得最好的學習環境真的還是在國外 或者交一個講英文的女朋友 女朋友 我覺得這也是蠻重要的 因為你被迫想要跟他聊天 跟喜歡的人聊天 就得說英文 那我可以假裝我是一個 那你不能笑啊 重點是我每次只要一講英文你就笑我 笑你有時候只是一個 你知道鏡頭前面的一種表現 就是一個戲劇效果 我覺得我們這集不要再做這些 鬥嘴的 差不多了 怡蘭王說 本人真的是男的帥女的美 而且超瘦的啦 男的帥女的美我是覺得對啦 超瘦的啦 可能就只是我把它藏起來 我現在沒有很瘦 其實你算瘦啦 你只是 不運動 對不運動 因為你如果你說你胖 今天很多人會生氣嘛 你確實以身材來說 體重來說是瘦的啦 謝謝 好啦 只是你精益求精嘛 對求精 一家一團隊超讚說 前日很久的小粉絲來留言了 我大概是少數從Podcast入坑 然後訂閱YouTube 發現自己一直以來 一直錯過這個保障頻道耶 你們的每部影片都兼具質感搞笑以及內容 而且這次的蘋果發表會的長短影音都超讚 不管是令老闆在美國的拍攝 還是正美正男在台灣的剪輯都很配合的很完美 雖然令老闆一直吐槽說 一粒沒做事啊 但我覺得這次影片最重要的就是 一粒本人對團隊的精神支持 視訊陪伴孤生藝人在美國的令老闆 穩定一加一的台灣剪輯團隊的情緒 想跟一粒說你真的很棒 那對自己有信心 你也有獨自前往發佈會的能力喔 期待明年一加一可以再度被蘋果爸爸選中 很明顯 這則留言絕對是你自己流的 太... 完全是你的口吻耶 你剛好有必要嗎 不是我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大家快點思緒給力老闆 那真的不是我 剛剛你講的那個方式 你也不卡耶 我完全是照你的口吻去唸的 因為我已經唸QA已經唸很久了 所以我已經可以唸了第一句話 我可以看第二句話 所以我可以把口吻轉換 我已經很會唸這個了 這不是我啦 好啦好啦沒關係啦 好啦我知道我知道 不是你 對啦你很重要 我是一個精神陪伴的人 你可以幫我想唱成是一個靈魂的精神 燈塔 它是一加一的燈塔 吉祥物好不好 確實也是啦 對然後除了這樣我也是大家的保姆 其實我們這次都有一個認知 就是我覺得我們真的都缺一不可 我對依依來說我也真的也缺少不了 對 我的人生沒有你不行 對 這問題這樣我不會 應該也接不下去了 我接不下去了 好啦謝謝你啦 謝謝你給我的肯定 真的不是我自己留的 好啦好啦 再講就多了 大家都聽得出來 不是大家聽得出來 不是我吧 大家都聽得出來是不是嘛 好不好 不是我 公平留給大家 好煩喔 跟小班說 就當作算是一個KOL圈的鬼故事吧 哈哈 聽到你們跟鎮男錄音的Podcast 還有Apple bug 你看這個就唸得超爛 我就知道 我早上就想說完了 我跟他卡詞 你一定會覺得這個就很不順 我有時候就會順得不順 唸唸唸唸 趕快唸 還有Apple bug和周的影片 真心覺得 林真的是一個好人擺咧 員工也超幸福的 因為我之前也是在一位KOL的底下工作 細節就不多說了 但因為都是在家工作的關係 我們每天起床都剪片 剪到半夜睡不到幾個小時 又必須起床繼續剪 因為不這樣根本剪不完 所以根本也沒有自己的時間可以休息 重點是老闆也只看結果 因為他也不知道剪片有多累 所以就算是有反應過我們的工作量太大了 他也是沒有改善 每天都被daylight追著跑 所以看你們這種趕片 然後睡很少 真心覺得這也還好吧 拜託 我們以前可是每支影片都是演了幾次 最後被廠商趕著要上片 上面前幾個小時才剪完了 這種壓力我們每個禮拜幾乎就會面對一次 對你們來說 像每個禮拜都是Apple包蓋中的感覺 然後半年以上都這樣的狀態哈哈 但不得不說有這樣的歷念一年之後 真的剪片多累多辛苦都好像不怎麼樣了 但是還是要提倡有良好的工作品質 這樣剪出來的影片才會真的比較讚啊 好分享完鬼故事了 真的很羨慕能有像另一樣真心照顧員工 而且懂幕後辛苦的老闆 真正幾乎 真正在乎作品品質跟員工的狀態 正美正男生好好珍惜啊 像當初也有投履歷到一家一國 這真的不是我留的 我講到 這邊也不是我留的啦 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你看 是不是有觀眾在道國 沒有他是說你很棒啊 對啊但我意思是說 很像是我自己打的吹捧自己 但沒有 因為你上一篇是嗎 我這邊不是啊 而且這篇也缺乏了一些標點符號 蠻像你的 欸你剛剛沒有反駁我 說上一篇不是你喔 不是不是我啦 我還會 這個羨慕要用幾次 好啦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是很敢啦 只是我個人會覺得 呃像我們做這個行業 他其實蠻需要有自我空間的 還有一些時間 因為不然我們只是在做一個 很像是工作室的 工作的東西 覺得會疲乏 對會疲乏 再來是我們其實也沒有時間 可以去想一些創意的東西 對但我說我其實也在找平衡 因為有時候真的也是超級無敵忙 嗯 大部分時間是我覺得還算舒服 然後如果真的趕不出來 我們是願意直接跟客戶說 可不可以讓我們延期 因為很常就是這個麻煩事 就會變成是一粒二麻煩事 我就會很害怕 所以會希望是說 至少早一點跟我說話 真的來不及 對但是我覺得我們目標都一樣 都是我們還是想要做好的影片 對我們就是盡量在 快這件事情其實是我們的其次 對只是那蘋果週其實算是我們的一個挑戰 想要試試看那如果反過來呢 但是我必須說那一週呢其實對我們來說 整個團隊的進步是很大的 就像他剛剛講的 你再回頭看 你就會發現那些養分真的超級有用 對你未來來說 嗯 謝謝你啦 謝謝令老闆的留言 不是我 愛哭包說 我自己很常在講自己的感受的時候 都會哭出來 無論是跟家人或是男朋友溝通時 常常都會哭 但是在工作的時候是完全不會的 其實每次也都想要好好冷靜的 跟對方溝通 但是還是會忍不住想要哭 男朋友每次看到我溝通到一半 就會覺得很嫌棄 我覺得我這樣根本沒有辦法好好的溝通啊 覺得這樣很像小孩子甚至也搬出前女友 從來沒有一任會像我這樣的這種說法 我這樣哭 只會讓他覺得很煩 很有壓力而已 這種種種讓我覺得自己很沒有用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呢 我覺得你先不要說自己沒有用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你真的是感情比較豐富一點 會想到一些東西你之所以馬上引射出來 你就是淚餡就會直接有水下來了 但是我不覺得這是一個沒有用的一個表現 其實我個人覺得要分開講 就是哭它是一個情緒的表達 但是剛剛講到還是有些問題在 那那個就是解決事情的問題 就我覺得哭是好事 因為代表你是一個感性的人 因為我以前也是一個很討厭我自己哭 但我後來發現其實我好像算是感性的人 因為這些感性其實在讓我在做影片 或者是在拍攝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是更有感的 我是可以寫出一些 讓我覺得自己雞皮疙瘩的東西 那就是來自於我的天分 那是感性 所以你其實已經有獲得感性的東西 但剛剛講到說 哭的時候然後對方會覺得你很煩 你都沒有解決事情 我覺得這其實就是兩件事 因為哭它是一個行為 但是解決事情是你的能力 就如果你可以解決那 對啊你只要 所以應該是我哭這是正常的 但是我還是一樣 我把這個困難都解決了 那就沒有差 那就哭就不是問題 但我知道有一些人他是哭了 他的哭比較屬於是 我撒住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比較像是無助的哭 這個時候 每個人一定都有這個狀態 但這個狀態呢 就是要盡量的去減少它 因為你每一次哭 撒住的時候 你就要再回去檢討說 那我下次應該要怎麼去解決它 這個才是一個有進步的方法 不然你永遠如果一直哭 大家只會覺得說 它又來了 他又在哭了 那我們還是要幫他解決這事情嗎 但是也有一個想法 因為我們不確定 其實在這程度到什麼狀態啦 就是如果反過來看的話 你的 maybe 姐姐妹妹弟弟哥哥 可能講到話 講一半就是哭出來的時候 你會一方面也會擔心他 然後一方面也會覺得說 哇那怎麼辦 我好像不知道怎麼溝通了 就是如果是你當你發現 你自己這樣子 已經好像周遭的人 產生困擾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去看一下專業的人士 然後問問看他們想法 是不是其實根本不是你的問題 是你其實身體發生一些 你可能跟別人不太一樣 警訓而已 對 這可能是一些病狀或什麼的 並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話 那這樣子是及早發現也比較好 對 就有這可能 下一個F1賽車嚇一跳愛心書 好酷 嗨嗨我是喜歡你們很久的小粉絲 第一次投稿 就姑且叫做F1賽車嚇一跳愛心吧 首先先跟怡莉說聲不好意思 在F1賽車的時候 因為工作的關係必須保持矜持 不能表現得太熱情 只能偷偷比個小愛心 有嗎?有這印象嗎? 有 結果發現你一開始有嚇一跳 但是怡莉還是默默地說聲辛苦了 真的有暖心到 當時先生看到令老闆從我身邊 刷一聲的側身走過去 然後刷是指那種帽顏墨鏡 風衣側身的身影 真的有帥 本來在猶豫要不要找你們拍照 但是後來怕你們在忙工作 加上我們當時也是在工作 所以就作罷了 直到過了一段時間 怡莉的身體引出現在眼前 本人漂亮而且真的有氣質 我才忍不住通通喊一聲 嗨怡莉 但是那時候令老闆已經默默地 擠到前面去了 怡莉轉過來 嚇一跳的反應讓我拍斜了一下 所以才會 趁這個機會可以立說真不好意思 然後也想要跟你們告白一下 喜歡你們最大的那份質感 跟彼此的相處 這是一種生活的美感 真的很棒 希望下次不管有沒有打扮 或者上班時有遇到 如果你們不忙的話 一定要跟你們拍照一張 拍照是一定可以的 我們上個禮拜才說可以的 我們之前有遇過那種 他其實在上班 然後也沒有帶手機在身上 然後他很想要拍照 然後後來我們的解決方式 我發現的方式就是我用我的手機拍 然後你在IG視訊我 我再穿照片給你 對 這也是一個方法 有成功過 那個時候他應該是一些 就是 附近的我不確定是消防隊員 或者是警備人員 或警察 就是他是穿制服在那裡 工作這樣 所以我看到他叫我 就是 但是我不確定說他能不能 就是 在執勤的時候 做一些拍照 可以啦 大家還是正常人 不是 如果你是 怕他被罵 對怕他被罵 萬一他長官在附近的話 我這樣子 你拿手機來拍一張 這不是很好笑 這會被罵爆吧 被釘爆這樣 所以我就想要辛苦這樣做 因為他真的蠻辛苦 他在那裡在卡人 對啊那天其實真的很混亂 對啊 來謝謝你下次如果真的碰到 我們拍照沒問題啦 但就我們的 認知有1 有碰到1 就真的很有機會再碰到2 對我們碰過一次面 可能就會碰過第二次第三次 目前有來到最高幾乎4次 哇 有 有 下次見 Circle說哈囉 我是Circle 是一家連鎖咖啡店品牌的行銷小編 常常看到你們youtube會分享工作室定外出畫面 所以真的希望有機會 可以讓你們喝喝看我們的咖啡跟餐點 我們的咖啡店官網是 Triple W 店 哦 知道了 是彼得好咖啡 Peter Batter Cafe 這有啊 就是 他在哪裡啊 他在雙連站有在 一些地方也有 他還蠻長 他分店蠻多的 然後我是真的有 對我來講 我覺得你們家更像是 好吃早餐店 就是他有蠻多那些 三明治啊 漢堡之類的 那我其實蠻容易訂咖啡 我們家如果咖啡都沒有 我們就會用訂的 嗯 然後至於我們家另外兩個 他們其實不太喝咖啡 所以只有我跟伊莉在喝而已 對 但是我們下次如果經過的話 會去買一杯這樣 嗯 或者我們家訂得到 我可以來訂一下試試看 好啊 感謝你的推薦 感謝你 再來 下一個老狗說 我是第一次投稿此電台的 從這個電台剛開始就開始聽了 真的不是我在催 這電台真的是我的電台 我的愛台 希望你們有時候會聊一些 無理頭的話題 你現在在傳播老狗的 發言方式嗎 不好意思 你是什麼老鐵嗎 當成老鐵是不是啊 喔我回來我回來 我不是故意的 有時又會理性的討論事情 你的選歌品味也真的是無話可說 不過我有一個小疑問 就是曾經聽過說 伊莉喜歡一些懷舊的歌 我也非常常聽 想問一下有沒有機會 聽到伊莉Time的歌曲 不是在電台上播也沒有關係 只是想要看看你們的歌曲 喜好上可愛差別 想多聽一些 好啦你們最強的 怎樣你可以嗎 我有我超多欸 我的Spotify就是有個歌單 你要慎選啊 但是我的Spotify裡面有個歌單 就是永遠有22歲的歌單 他就是大概是在我22歲區間的時候 好啊那我們有時候可以來 插播一下伊莉的選歌 但是我不會把它列入在我的 Spotify清單裡面 因為那個路數差異太大了 我怕大家聽的時候會有一點疑問 或者是我們再開一個另外一個叫做 1加1電台的番外Music 或者是以後結尾的時候放我的 然後大家想要滾就可以滾了這樣 不要啦很長欸 一手就好音樂是我控的你不要管 最後放我 你中間中間中間給你放 所以就是整個Podcast一集裡面 只能擁有一首歌這樣 對一首歌啊 就是只能伊莉或者是我 你們要慎選 好了 我們今天這一個已經被他播完了 我們就下次再播伊莉的電台 對啊下次來播啊 最後一個留言 我非常難過 我剛剛都把我的歌單開好了你知道嗎 哈哈 下次啊 我們下一集的中間給你播 你可以準備一下 OK 櫻桃說 嘿一直以來都有在聽你們的Podcast 也對你們的討論話題很有共鳴 所以想偷偷看 希望可以被兩位看到 因為這件事困擾我很久了 我目前是一個大四的學生 就是大一到大三 都有一個穩定的兼職工作 離家也近 對我來說算是方便 又可以小賺零錢的工作 零用錢 但是從大四開始呢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對未來感到焦慮跟迷惘 也產生了踏出舒適圈的工作 但是在求資網站中尋找的工作 對我未來 我在念什麼 它也產生了想踏出舒適圈的工作 就是在求資網站中有尋找的工作 就是本來對我的未來是有藍圖的 並且心中有一個夢想的職業 不過我認為我沒有辦法在畢業前好好準備 所以我想說找一個工作可以填補大四到 考上夢想職業的這段期間 而我一開始就沒有在我的本科系 所學的相關職業去尋找 我原本心中抱持的 哎呀我畢業以後一定不會做這行啊 的心態 但是真正找了一個跟本科系 完全不相關的堅持工作以後 家人給我的意見又覺得 我何必為了賺錢浪費這些時間 不如好好充實自己 也為未來做準備 自從聽了家人的話了以後 我就掉進了一個深淵裡 開始懷疑自己現在的決定 到底是正不正確的 也開始對未來感到沒有安全感啊 徬徨啊甚至會有時候感覺鼻酸想哭 晚上還會自己偷偷哭到喘不過氣 我也很難釐清我心中的想法 就是原本是覺得賺錢加存錢 才有本錢可以替未來鋪路 例如說去國外的留學等等的 所以想來問問看盈利跟利 你們覺得我現在做一個 跟本科系不相關的減職工作 真的是一個浪費時間嗎 還是我應該好好的充實自己 各方面的能力呢 謝謝你們 對不起我唸了卡拉卡拉的 我覺得在大事的時候 人人都會有一個對未來迷惶 迷茫啊徬徨的想法 這一定都有 然後因為我像我 大概從大二到大四之前 我真的也都是有兼職工作 我覺得不要去管你的家人 或者是甚至什麼男女朋友 在講什麼就是 你現在做的事情就是為了自己 不管是賺錢也好 或者是你想要為了你之後的工作 有份你去鋪路 就是我覺得現在的未來是屬於 你自己的話 你就是做覺得自己對的事情就好 至於對不對的話 你就是先嘗試 然後你覺得 有沒有心理是穩定的就好 你不要去管別人怎麼想說真的 而且兼職工作 我覺得一部分也不是賺錢 一部分是讓你提早去讓 碰到一些社會上的一些 人情人亂也好 或者是一些職場的社交也好 你提早的先去面對這些的話 其實對於你未來 任何一個工作的面試也好 或者進這個職場來說 都是有幫助的 因為對我來說 就是我覺得你成為大學 社會性先人好了 你在這之前有沒有打工過 其實那個感覺有差 你就是對人處事其實都是有差的 所以如果就兼職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不會對你來說 有太大的學業壓力 或者讓你沒辦法再去深造自己的話 我覺得這兼職繼續做下去賺錢 也沒什麼不好的 你去管你家人怎麼解 至於你的那個夢想 辭業 你就是既然夢想 你就先去考 就是盡你的所能去想辦法去準備它 然後走一步算一步 但是至少不要讓自己感到後悔就好 我覺得不要太在意外界的聲音 你自己知道在幹嘛 這才是最重要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 是不知道自己要幹嘛的 如果我們真的怕外界的聲音的話 我們現在就不在這了 我跟你講別人走過的路 其實才沒有挑戰性 他們根本也不會知道 你會面臨什麼問題 所以他會告訴你走過人家走的路 但是真的很厲害的人 他是走完全不一樣的道路 所以那你會覺得他很差嗎 也不會啊 對啊 那就這樣 希望我們有一些幫助給大家 今天有一大半的時間 都在那邊吵來吵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後面想要返回 我想要認真 聽大家在講什麼 有開始有了 對 就有點做錯事了 拜拜 謝謝大家 拜拜